iPhone 2200 遺物社區電台 iPhone 2200 遺物社區電台 iPhone 2200 遺物社區電台 好 來 大家看到我們幾個人 正在玩這個大富翁的遊戲 下次輪到林聰先生嘛 來 好啊 來 你開始 好 我看看 4耶 4 好 多少 好 1 3啦 3 4 好 紐約 紐約 採到這個張立民的這個 美國的地盤 他的地盤 來 配錢... 給多少 500還1000 5000萬 1000萬 1000萬 很多錢 這個 莎小姐在美國是投資哪些 投資房地產 股票 是 還有在年底要在洛杉磯 舉辦一個第一次的華商博覽會 是做什麼的華商博覽會 華商博覽會 就是推動我們的華商 到洛杉磯去展覽 它的產品 我覺得21世紀是中國人的世紀 所以我們應該展現一點 東方人的實力 因為這個展覽不只是台灣的 我想全東南亞的 或者以後呢 希望全球的華人都可以來參展 有提供這個最好的場所 這是一個國際會議中心 你看看我們這個張立民小姐 這個還保持永遠 這麼年輕漂亮 可見她是因為賺錢 是她最好的美容的 美容的秘方 來 換到妳了 換到妳了 好 來 來 妳應該要是走 四 一 二 三 四 日本 好 來 踩到林中的地板 我的地板 過路會 過路會 還是一千好了 一千就好了 那又還給妳了 還是一千萬來拿回去 這樣這麼貴 一千萬耶 一千萬 那妳在日本做什麼投資 我在東京 就是一路在東京 那麼靠近那個東京塔 通常它的旁邊 有一個大廈 它是 整個大廈都是免稅店的 那我就在裡面開一個免稅店 做Duty Free Duty Free Shop 五樓 六樓都是我的 那麼另外呢 在新宿歌舞伎丁 那很知名的 對… 那… 我如果去日本都去偷走一下 對對對 很多男孩子喜歡到那個地方去玩 我就在那邊開一個餐廳 這個餐廳呢 就是紀念我爸爸 因為我爸爸自身是台南 是 所以我這個店名叫台南 台南 台南 台灣料理 台灣料理 是… 所以台南大米怎麼在那裡 有 大米炒米粉 肉質 日本人愛叫 日本人愛叫 日本人好騙 好吃好騙其實都一樣 最重要的是好賺 對啊… 這才是重點 對啊 這才是重點 可是老實說 我店裡的那個廚師啊 從台灣專門請過來的 一個從台灣請來的一個 是… 大陸請來的一個 那麼… 日本人一定要請 店長 那個… 一定要是日本人 外場的 對… 兩個日本的廚師 所以… 怪獸這麼好賺 玩我… 現在才玩我 不過… 我不太敢還耶 太窮了 因為我只有一張 五十塊錢 我太窮了 我是理財的負面指標 所以請教我們的理財大師 我們這個沈總 來沈總 你一般都跟人家 怎麼樣的這個 組合理財的 因為我們是做投雇業嘛 我是保來這個投雇 所以… 其實理財不在於錢多錢少 理財在於一個理念 只要理念對 方法對 賺多賺少 那就是個人的命嘛 對不對 但是賺錢是一樣 就跟剛剛講的 賺錢最重要 有賺就好 有賺就好 對 不過這個大家講來講去 到底呢 我不曉得三位呢 你們已經有這種投資的 或是這種理財的這種經驗 到底… 錢好不好賺 我先請教我們的張小姐 你認為錢好不好賺 我們… 不告訴你 那你來… 你認為好不好賺 應該是… 不好賺 那我們的神總呢 好賺 好賺 好賺嗎 好不好賺 那我呢 至於我呢 我認為應該是這樣 好 來 確實是抓到了good time 因為在87年內的時候 是房地產是非常好的時候 然後後來房地產不好 然後該股票好的時候 他就做股票 哇賺死了 所以你看他越來越年輕漂亮 那房地產 美國的房地產跟股票 比較起來哪個比較好賺 當然是股票比較快 而且股票比較輕鬆 因為你要賣 你明天就可以拿到cash 那房地產呢 你要等到很長一段時間 而且呢 房地產你要處理很多的事情 要跟市政府打交道 還有建築商 還有這些客戶 因為你還要 對 還要請人家幫你來 就是說銷售 你知道在美國呢 它也沒有預售的 不像台灣 可以弄個樣品屋 然後就可以預售 就可以拿人家的錢來蓋房子 在美國不可以的 你要把它全部都蓋好了 就明天人家就可以搬進去 你才可以賣房子 你也不可以預收人家的定金 所以照你這樣講 在美國做房地產的話就沒有 不是那麼好賺 對 就是說 時間會拖得比較長一點 如果你不能控制 你這個蓋的時間的話 比方說 現在房地產最好的時候 可是呢 你的拖 你的工程 拖了一年 或者是拖了八個月 那就差很遠 你知道 把這個時機拖過去 那相對的 這個本錢也要準備 要比較多 要多 要不然你怎麼能蓋 資金很重要 對 但是在美國一個好處就是說 你做生意做什麼都好 最重要就是你的信用 就是你的信用 你信用好的話 它銀行願意借錢給你 你不需要拿全部的資金 你知道 那麼只要你的信用好 它可以帶給你 然後呢 它還負責幫你監管 你蓋到哪一步 它的銀行撥第二款項 第三個款項 那麼它會有一個專員 來看你的進度 那麼這樣子的話 也間接的就幫你好像 所以我們在台灣 只要信用好到美國去 有用嗎 沒有用 你要在美國當地的信用 美國當地的信用 所以在美國呢 在我們台灣 好像以前比較保守的 這一種做法 就是說 我有多少錢 我Cash來蓋 我現金來蓋 我不需要跟銀行借錢 這是一個 就是台灣的觀念 但在美國呢 你不管多有錢 你最重要跟銀行借錢 我有那個實力 我可以買一百萬的房子 但是最好呢 你擺三十萬 其他我都跟銀行借 那麼我要買一部車子 八萬塊 我最好也是付個三萬 其他我跟銀行借 不是沒有錢 但是你有錢 你擺在家裡 它看不到你的實力 是 所以要先給它看到你有實力 然後其他的都是跟你 不是 就是說它最重要的 你的信用 信用 你跟我借那麼多錢 但是你永遠都是按時間還我錢 這是最重要的一個信用 那麼信用卡也是 你有實力去買很多的東西 他看到你有 你的消費能力這麼強 他就更願意借錢給你 那如果你都現金買了 人家不知道 哇你上個餐廳吃一頓飯 要兩千塊美金 哇你買一個車子 十萬塊美金 人家看不到 OK 那這些都是你的信用 最重要 那銀行看到你的 哇你一個月你有本事 借個十萬塊 可是每個月你有那個本事 付這麼多的利息 對 他就很樂意借錢給你 所以當你要做生意的時候 你跟他借錢 他覺得很放心 對 沈總剛剛張小姐講的是 賺錢的秘訣 叫信用 在美國的話 信用要好的 不曉得 台灣的主要是 現在做什麼比較容易賺 台灣的房地產 目前來講 還不是一個很好的時間 你剛剛講 他不是一個適當去買房子的時間 台灣的房地產可能慢慢會跟美國 越來越像 就是他的漲幅 不會像過去這樣用倍數來算 那麼因為我們現在整個空污率 以及我們的人口成長率 都已經進入一個所謂的成熟型的社會 所以就是慢慢的 他不會像過去那樣 我想跟你相見恨完 我就是走錯路的 都是房地產 但是會有一些特別的區域 會產生出 譬如說那個南科 那個南科那個附近的 或者是六清附近的土地 或房子 他可能有好幾倍的漲幅 但是一定要有這種特別的狀況 那一般性的來講 以後有兩層三層的漲幅 可能就是房地產復甦來講 也就是這樣的漲幅 那做什麼好了 股票啊 股票最好 還是做股票最好 還是做股票 所以還是等一下要請教你一下 不過這個 你在日本 你在日本現在去日本投資的 你到底做那個 我先開始是跟幾個 三個朋友 一直研究 那麼我就發覺那個 觀光客也非常的多 到日本來觀光的外國遊客也特別多 那後來我就腦筋一動 應該是來 往這方面 對 往這方面來 免稅商店 就去交涉 就剛才那個詹利敏也講過 說在美國做事情 只要你信用好的話 銀行也會貸款給你 日本也是同樣的 那麼我在日本的信用也還不錯 總之 當然了 要投資要馬上要做一個大規模的免稅店 也不是說那個很簡單的事情 資本也要相當的多 那麼這方面呢 銀行也是給我貸款 也借給我 就開始做了 運氣很好 運氣很好 因為那個旅行的旺季 也碰到旅行的旺季 也碰到旅行的旺季 加上很多國家很多遊客來 那麼我們呢 就盡量跟那個旅行社聯絡好 那麼旅行社跟他聯絡好 給他的 當然回客要給他很多 要給他很多 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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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也要買兩部大巴士 大汽車 去街客 街客 本來這種街客人 本來這種街客人 並不是我們那個店裡做該做的事情 是旅行社該做的 可是為了讓他方便 讓他省掉這一筆錢 這一筆錢 導遊要賺的嘛 那我們自己就派車 馬上到機場去接他們 接他們 馬上就接他們到店裡來 好好的照在他們 就讓他們 這一部台灣也 這個台灣也很流行 叫綁標 綁標 群舉的時候一人都 一人都載一整台的遊覽車 都不會跑走 好好買你的 不過你的利潤大概幾成 利潤 我們是勃利多銷 因為畢竟說是 美稅店 美稅商店 跟外面的 跟外面的要價錢要跌很多 所以起碼那個免 稅金已經要免掉 真的真的免稅 最近要扣掉 扣掉再降低一點 那當然客人是 一進來的話 就比外面實際上便宜很多 他們就平民買 那到日本應該做什麼 最好賺 你覺得 我覺得開餐廳最好賺 到日本開餐廳最好賺 開餐廳很好賺 因為連再怎麼樣 總是要吃飯 只要你的餐廳有特色的話 就是一定會不愁沒有客人 加上要宣傳 為什麼我的店裡 故意找那個 在新宿的歌舞伎廳 那是芳華的那個地方 因為那個夜生活的地方 對 那我那個店正好是那個 庫瑪劇場的旁邊 那麼招牌寫得滿大的 台南 奇怪看我 你那個特色所謂什麼特色呢 因為日本人很好奇 對外國很好奇 我用台南這個名字 當然一方面是紀念我爸爸 一方面我就在從台灣的鄉下 找一些鄉下的那舊的房子 那個門 把那個舊的 古董 古董 古董類似古董 有特色 把這個拿到我 用到東京來掛 掛在店裡面 做門 掛一些燈籠 所以日本看來就說 哎呀 這有在完美的很棒 對… 不過有點奇怪耶 那種歌舞伎廳看完 那種飢渴 應該不是肚子餓的飢渴吧 怎麼會這樣 他們晚上去玩 吃飽玩耐才好辦事 對啊 玩耐以後也肚子餓啊 所以我的店子開通宵的 開燈店賺錢 然後在美國投資房地產 這個股票也賺錢 然後您講呢 也要投資這個股票賺錢 三位都是專家 我呢 其實有些私房錢 三位繼續聊 我去拿我的私房錢 拜託三位來幫我投資 來 三位請你們繼續聊 我來給萬私房錢 謝謝 來 別跟我莫說 不要跟我太太講 到哪裡去拿 來…三位 我的… 你幹什麼 小豬公嘛 對… 好可愛的小豬啊 這樣好像是… 這樣好像是小孩子的吧 對啊 小孩子的啊 不是…這我的啦 不是我小孩子 這怎麼夠呢 這裡面放金幣就夠 沒有金幣十塊錢 銅板啊 銅板 我大概給我坐公車的時候 偷偷放進來 不夠不夠 不夠 沒關係 還有… 還有… 這個不要講 這個… 這個都是藏在這裡面 會喔 這麼多張他還記得 這裡… 這裡還有… 這樣夠不夠 夠不夠… 差遠了… 這樣… 才兩千塊 這哪裡夠啊 還有… 我看… 帶來你有本事 我是沒本事 兩千塊給我 來… 夠的話就是晚上吃宵夜夠 這裡還有… 喝咖啡… 很緊裡面我也藏了 這樣… 這樣可以再加兩千 所以我早上澆花的時候 偷偷藏起來了 是嗎 還不到兩百塊錢 不夠… 這樣還不夠 不夠… 差遠了… 才人也後… 下面我也要放兩千 這樣夠嗎 這樣夠嗎 這個怎麼夠 你說… 你說吃地攤 擺地攤也不夠 當然去吃地攤 夜市也不夠啊 我們四個人去怎麼夠 好… 還有… 不要這樣… 來… 你這個… 這是什麼… 螢光的晚上我看得到 你就只敢偷偷穿在裡面 對… 來… 來…金融卡… 金融卡… 好… 你們都笑我說不夠 那我們請問一下 最低的… 我請問沈總 最低投資合應該多少 只要一百萬 一百萬 一百萬才有辦法 一百萬可以… 買股票來講 可以… 比較有表現可以賺一些錢 要一百萬 應該做什麼樣的投資組合 會比較好 因為一百萬可以讓你去買 兩三種的股票 股票不會說你買的全部都會漲 那你這樣就是說 有的沒有漲的話 你終於還是可以等到好機會 是… 如果你只買一種的話 那你就只有眼睛看著它了 它漲就漲 它不漲它就不漲 你一點辦法也沒有了 它不漲你的心情跟著跌 對… 所以… 兩三種股票你可以去搭配 然後不賺… 不漲的你把它賣掉換這樣子 所以它是… 我們叫做投資組合 它能夠靈活的運用跟操作 所以… 所以首先要先存到一百萬 才有辦法開始做這種投資 最好是這樣子 是 不過有人不是講 十分之一的這種做法嗎 比如說一百萬的話 最好是… 八十萬是不要的 二十萬才拿出來做 不是這樣子的想法嗎 那你就要… 那你就要等到有一千萬了 你再拿一百萬出來做 那我私房錢長到一千萬 私房錢才一千萬也不容易 不太容易 這裡面裝金幣大概可以 那像去日本投資的 至少要怎麼樣的一個數目 在日本投資的話 在日本做…要做生意 你最少…最…最少最少都要有台幣 一千萬 一千萬 那我找十個人 要不然不夠 要不夠出一百萬嗎 找十個人 可是四個人不要吃面 因為四個人的話 意見太多了 很難…很難 你一個人代表 一個人去代表 一個人代表 要不然意見太多 一定是會有很快就有摩擦 誤會種種事情 就分會很多 一定不會做得很好 那麼一個人代表的話 大家聯合起來 一個人代表出來做的話 也許就可以做 這個就是張立民的觀念 他認為說這個有很多人 最好是有個大股東 是不是還是怎麼樣 對 一定要有一個領導者 那麼他把這個事業做… 當做一個很重要的事業 而且他非常的內行 其實很多散股 這是最不好的 因為很…大家都是散股 都是小股 那沒有一個真正的一個 可以講話的 那麼投資最機會就是說 你第一個不懂 第二個呢 你不能去控制 你沒有發言權嘛 對不對 對 然後第三個就太遠了 你根本碰不到 比方說去大陸投資 是 你根本就碰不到 對 那麼交給別人去管 那最後呢 就是怎麼樣的消失了 你也不知道 對啊 不過你像你剛剛講的 這個一千萬好的 最低一千萬 那去日本是做什麼樣的 投資組合會比較好 最…保守的 我所謂一千萬是最保守的 是 保守的說話 我相信一千萬在台灣 要真正開一個店 或者什麼的話 也是很難 是 那我講的這個 所謂一千萬嘛 就是來一個… 開一個小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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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餐廳 開一個小店 做個小生意 可以 可以這樣小小的做 是 要在什麼地方做 做什麼 這個一定要找那個 要看你的運氣 找那個地點一定要好 是 地點一定要好 那個鬧區 或是人來人去 火車站的附近 這個最要緊 好 我們再聽聽我們的專家 如果我們交一百萬交給你的話 那你們會是 給他做一個什麼樣的 是我們交給你嗎 或是你要交給基金交給什麼 搞不太清楚 我們是做顧問 所以我們不會收人家的錢 錢我們是不能碰 對 我是會告訴你怎麼去做 那基本上如果說有一百萬的話 應該大概可以分做 給他分兩部分或三部分 可以去選一支 很有潛力的股票 所謂很有潛力的股票就是 他現在這個公司是這麼大 可能你可以推估說 他幾年以後 他的資本額會增加兩倍三倍四倍 那因為他資本額增加 他就會配股票給你 所以你基本上你先去設想說 你是可以拿到股票一直會增加 這個是做長期的 那麼在選一部分 這個最近短期裡面 他就可能可以有一段 上漲的漲幅的股票 那麼我們要去選的話 也是要去這個 先去做研究 去看 調查一下哪一家公司 是今年會賺很多錢的 或者說 現在已經到七月了 七月的時候 他就是已經賺很多 那麼下半年 他會比上半年更好 那我們去計算說 這樣是多少價位進去 是值得的 去買 那我想這樣子做一個搭配 因為 本來股票投資是很複雜的 但是因為 是因為是只有一百萬 所以我們就做一個 很簡單的投資組合的話 大約是這樣做組合 是 沒有 穩賺不賠 穩賺不賠啊 其實有 真的 其實有穩賺不賠 像我們講說 假如十年前你投資 台數的話 後來不是從一萬兩千點 跌下來嗎 你終究還是賺 因為十年裡面 台數配了好幾倍的股票給你 如果說 用這個來推未來 我們要去看說 這一個產業 是未來是明星的 比如說我們現在 大家都看電子股對不對 那麼有一些電子股的公司 看怎麼看都是 它未來一定是穩穩的 是一直在成長的 它具有很強的競爭力 但你可以去推估說 這種股票 我現在去投資 它以後會成長的 假如說 你是買了 就算你買貴了 買完以後跌了 但是如果你有耐心去 等它十年的話 你可能還是獲利非常大 我們可以比如 所以要找那個基歐股的那種 對 不但是基歐股 最好就是它的未來 你已經看到了 像這個聯電台積電 他們都已經宣布 要在南科投資 四千億五千億六千億 因為它這個投資下去的話 它的資本額一定要漲很多 這種公司 就是一個很好的對象 所以這樣子講 是比你把錢放在銀行 在那邊生利息還 放在一定是有利的 我都是這樣子 我都是放在銀行而已 所以要不然就是私房錢 都不會生自錢 還有你們這種 是屬於大型的嘛 對不對 其實投資呢 不在於大小 那麼我站在一個女人的 這個立場來講呢 那有些家庭主婦 它並不見得有這麼多的資金 可以去運用 那麼它就可以用很少的資金 來選一個很好的股票 就像剛剛沈總說的 你總比擺在銀行好 那麼一個股票呢 你就跟著它的公司去成長 像在美國的Microsoft 它的公司永遠是 倍數的一個成長 那麼你就跟著它的公司成長的話 你很放心 因為它有一個很好的領導者 在領導它的公司 它的公司有一定的進度 所以你就很放心的擺在那裡 你知道 只要它進步 你的存款就跟著進步 你的股金就跟著進步 對 那還有就是最重要的投資 要有一個理念很重要 有很多人呢 積蓄了一輩子 他的一生的積蓄 可是做了一個不正確的投資呢 反而被朋友好像倒掉啦 騙掉啦 賠掉啦 這是一個非常可惜的一個 事情 所以 我就是這樣子的人 對 投資的理念很重要 就像 剛剛說的 你不能夠控制的 你就不要去碰它 然後你不懂的 不管別人講的天花爛醉 這個一定賺錢啊 這個一定好啊 那你不能夠插得上手的 你不要去碰 就像 有的人開餐廳 有的人開夜總會 生意很好 每天生意這麼好 可是呢 你的股份很小 再加上你也不去管 再加上那個地方 也許比較遙遠 你也很少去 是 那怎麼賠掉的 你不知道 可是賺錢呢 沒你的份 你知道 那因為他的開銷太大 是 因為一個經營者在那個地方 他的開銷 你沒有辦法去控制 那所以 賺錢 只有他享受到了 那麼你這些小股東 你沒有享受到 那賠錢的話 你都有份 所以呢 就是說你不能去控制的 就不要去碰它 所以 就是說 投資的 目標很重要 是 不過像 如果是跟著你們到美國 去做房地產 或是做股票 大概有 至少有多少這樣的資金 然後你會給它 做什麼樣的一個組合 房地產呢 就是 當然美國是一個 很好的一個 房地產的一個市場 因為它從八九年到現在 可以說是在谷底裡面 蠻久了都沒有動 然後房地產是幾年 就有一個cycle 那麼到現在呢 應該是往上爬的時候 尤其現在大陸很多人 就移民到美國去 而且它是一個 不管怎麼樣 它是一個社會安定 它的政治非常的 平穩的一個國家 那麼 在這樣的一個條件下面 是一個很好的 房地產的一個投資 再加上美國現在是 拿洛杉磯來說 可以說是海外華人之都 最多的一個地方 大概有亞裔民族 有八十萬到一百萬左右 因為它這個亞裔呢 就包括韓國了 日本了 東南亞 或者東南亞的這些亞裔 那當然中國人也是很多了 那中國人是佔大多數 所以這個市場還是蠻好的 尤其是中國人 東方人 就是最喜歡就是製產業 不動產 是他們最覺得有寶藏的 那麼在洛杉磯還是一個很好的市場 主要是現在是很低潮的時候 所以就像股票一樣的 而且去買很安全 因為在美國買房地產很少有 很少有欺騙的事情 不像台灣這邊 台灣這邊買房子 真的處處是陷阱 買完以後很多告來告去的 很多的糾紛 但在美國那邊來講 這方面的保障要比台灣好得多 所以即便你是一個很陌生的 你對那邊很陌生 但是你過去買房子還是很安全 沒關係 我有一些保證不會賠的工具 我先去拿來 這是科學的工具 你們等一下 我才跟你談怎麼樣 結果不要冒這種風險 我要去拿來 我的東西有夠多 貶子 那麼以為日本的東西很貴 自然而然購買力就減少 其實日本的物價是沒有動的 沒有動 沒有變 住在東京的話就是很平常 可是對那個觀光客來講 好像是美金一放過去 這個對比的那個利 相差太多了 所以在日本的風險最大是什麼 在日本投資的風險最大 你自己在觀察這樣 我自己觀察就是 就是那個 美金變值那個時候 現在是比較穩定的 現在是穩定的 就是匯率的問題 匯率的問題 匯率的問題 所以造成的風險 對 造成的風險 造成的風險 不過這個 曾經允川小姐我要請教 也就是說 比如像你剛剛提到 在這個華人地區買房子 那麼會比較保障 但是沒有風險嗎 難道這種在那邊買房地產 或做股票有沒有風險呢 在華人多的地方 風險比較少一點 因為好像美國去年統計出來 所有在中國人的地方 房地產不但就是最不景氣的時候 也都是沒有跌 反而漲的比較多一點 是 為什麼 因為中共打飛彈 大家又要搬去他們住了 不是 因為就是說 中國人永遠都是比較保守的 那麼他能夠買得起 30萬的房子 他至少也要有25萬 擺在那邊出費金 你知道 不像外國人 他要買個50萬的房子 他可能只有三兩萬 你知道嗎 就是說付出了這個銀行的 不是 我就說 他付出了第一筆這個 當payment 其他的他都要靠每個月去 按時去付這個利息 那如果他的工作 他的收入又受到影響的話 他就沒有一個後備的金 來墊這個錢 所以有一年 受到經濟不景氣的時候 滿街掛牌子 要賣房子了 因為他們的收入 一受到影響 他的房子 他的車子 他就付不出來了 他就周轉不動了 不像中國人 他永遠有一個預備金 在他的銀行 靠實力 對 中國人比較會儲蓄 是 就是說他不受到這些影響 而且中國人願意把他的儲蓄 放到房子裡面去 因為中國人安土種籤的觀念 對 不管怎麼樣 有土私有菜 還有家可以回 還有家 對 洋人他們常常就是東漂西當 他的家就是那部拖車 他可以把全家就放在拖車裡面 車子開到哪裡哪裡算他家 像吉普債人一樣 他們洋人有的是這樣 很多外國人 他一輩子也不會有 他不願意買房子 什麼三萬五萬的這種 現金在銀行裡面 他一定把它花掉 有度假啊什麼 或者是買一些禮物 他平常喜歡的東西 他就把它買掉了 而且東方人是這樣嗎 日本人是這樣嗎 不會 不會喔 日本人不會想買房子 不過我們中國人很像 很像 很像 特別第一個觀念就是一定要 盡辦法買個房子 自己 有自己的家 對 無後顧之餘 因為要買房地產的話 最好就是東方人 對 聚集的地方 對 像這幾年 加拿大的溫哥華呀 Toronto啊 是 那都是中國人多的地方 不過這個是 比如說我們像 一般人給你這個 一百萬 你們就 告訴他投資的 這樣的一個組合 你們做他的顧問 那 風險的概念你是怎麼告訴別人的 其實喔 這個所有的投資 絕對有風險 沒有一種 投資是沒有風險的 是一定有風險 但是 我們可以盡有很多的方法 去把風險控制住 控管住 對 我舉個例子來講 比如說 你如果買一個東西 再賣一個東西 是不是就 風險就降低了 你買一張股票 你再賣一張股票 比如說你做多一張 你做空一張 兩個可以抵銷 漲的時候也有你的份 跌的時候也有你的份 因為你有一張空單 是 當然這個比例是看你怎麼算 你比如你搭配是 兩股多單 配一股空單的話 那麼漲的時候 你有兩個單位的利益 跌的時候 你損失兩個單位的利益 可是你另外有一個單位 可以收進來 可以抵銷掉 所以在這個股票的投資上 它有很多種 規避風險的方法 但我想這個都是蠻專業的 就我們一般人來講 第一個規避風險的方法 就是你要了解 剛剛張小姐有講到 你要做股票 你要買那家公司的股票 你一定要去了解那家公司 你不能閉眼睛亂買 這是第一個對你自己負責 也是規避風險的 一個最重要的方法 第一步 你要了解它 了解它以後 它真的可以讓你覺得 是很放心可以買的 買房子也是一樣 你要買在這個地點 你要去對這個地點的附近 做一些研究工作 你要去調查一下 你看看這邊人多不多 商店開的多不多 附近有沒有大公司 這些狀況要先了解一下 你如果了解得很透徹了 你再去買下去 這個至少你風險是減低很多 這種方式可以避掉很多風險 我想要賺錢還是蠻辛苦的 雖然我剛剛說很好賺 但是蠻辛苦 你要去用功 用功一下 要做功課 要做功課 要用功一下 你當初去日本 是有沒有這樣做功課 他這樣講的 是 沒有錯 到處打聽 到處打聽 很怕 老實講很怕 萬一我失敗了怎麼辦 我所有的 所有的 對啊 總不能把它虧掉 很怕很怕 所以你自己本身也有去做過 這些風險的評估什麼的 有 到處看 到處看 打聽 打聽 研究 不過我做事情 我覺得還有一種直覺 比較 也蠻零的 直覺 直覺 我覺得台灣股票 因為我不是接觸了很久 只有回台灣這段時間 我才接觸 我覺得證券股會很好 因為證券股 以前都是成交量在900億 不是 90億左右 現在都是上千億 兩千億 這種差額那麼多 所以進出的話 不管你買股票 賣股票 你都要經過幾個證券行 證券公司 所以我覺得證券股 是很好的一個投資 厲害 厲害 這個不是專業的人士 那是直覺的 不用你講的那麼絕 因為證券股它是莊家 它就是有財運 不管你買賣 你都要經過它 股票畫面 我是運氣 我曾經在股票上 我也賺了很多 可是它一下子 我也虧掉了 虧掉了差不多一棟大環子 你有沒有做功課 不是 還有就是說 完全是 像台積電 聯電 他們對於這個公司 都要很大的資金去投資 而且要很長期的 因為你不是看到現在 所以投資量非常大 可是證券公司它的投資很少 因為它不需要太多的設備 不是嗎 不是電腦 所以它沒有像台積電 那樣子大的資金投資 它雖然這些東西 它不是要很大的資金 可是它是做莊的 莊家要很有錢才能做 還是要很多資金 還是要很多錢 所以現在的證券公司 資本額都已經往100億去跑 從什麼以前的三兩億 現在已經等級都是四五十億 但是它的資金 已經是要用在它的周轉 對 我是說它的身材器具 身材器具其實也滿貴的 但是跟那個電子 你知道嗎 有一家證券公司 最近去買了一個大樓 因為像有很多的證券公司的人 就是裡面的工作人員 已經超過1000人了 所以它現在已經變成說 要一棟樓才能夠容納得下來 那棟樓多少錢 23億 最近很有名的一家公司 我們也不要講 23億去買了一棟樓 然後做為它辦公的樓 都是要自己用的 對 我說還是要滿有錢的 不過這個運氣難怪不重要嗎 運氣 林聰同樣的 運氣好的時候賺很多 運氣不好的時候賠光了 運氣不重要嗎 不是說戶櫃在天嗎 我剛剛不是說好賺嗎 而且我剛剛說穩穩的賺嗎 如果要講運氣就不好賺 也不穩 沒有說包賺 大家只有不要講運氣 才能夠去追求到說 我做一個投資是包賺的投資 因為你光講運氣的話 那運氣有好有壞 那到壞的時候你不是叫賠本嗎 實際的分析 我就不要讓它有任何的壞 我永遠是要好的 對 比如剛剛大家講說 什麼股票什麼公司很好 這誰都知道啊 那個連電台積電也是人人都知道 說一個好公司嘛 那個台數誰說不好 可是它股票還是有跌的時候 因為它好到什麼程度 這個價錢跟它賣不賣 也是你要去考究 很好很好 可是它現在這個價錢到底合不合適 是高還是低 還是要去尋找一個比較適當的價錢 覺得可以去買下去 對 這樣子包賺 不過這個三位既然都講到這樣子 我倒是要理解一下 三位你們自己個人理財 又是怎麼樣理財 那你看等一下 自己真的要講 你都拿出來好不好 2200一副社區電台 其實我是很瀟灑 好 我們先來問這個 來 先來先 來 何姐 林姐 來 林中你自己本身 你現在跑到日本去賺錢 那你自己本身在幾個塊錢呢 我覺得錢賺錢的確是很要緊 人為什麼要活 活下去你一定要有錢 才能夠吃飯 是 才能夠享受你每天的生活 是 這錢我覺得很要緊 沒有錢不行 尤其是在社會上 你沒有錢 人家會看不起你 是的 這個張立民也有一句話 是這個名言是吧 不是我說的 OK 西方人說有錢不一定快樂 是 可是呢沒有錢一定不快樂 是 是 這有道理 這像我以前也聽過一句話說 這這個 有錢的人呢 人人基本上都是自由的 但是有錢的人是更有自由的 可以去旅行嘛 你講的 有一個安全感 自己想吃什麼 你可以不愁 想買什麼東西 有 想去旅行 有 對 不用去麻煩人家 有自己的能夠的 範圍之內 能夠自己辦得到 這是最幸福我覺得 對 沈總你像你自己這樣做 頭顧了20年 那麼一般人在找你理財 像我這種沒有什麼理財觀念的人 怎麼辦呢 我想很多的人 這個 都把投資的得失看得很重 那麼越是積極的想賺錢的人 他常常就反而容易去做錯誤的決定 因為太 講白一點就是很貪 對 心有貪念 常常反而決定是錯誤 那麼要把這個投資的這個成敗 看得比較瀟灑一點 然後就比較有信心 就比較有沉得住氣 那麼用這個比較穩健的方式 其實投資真的是賺錢居多 那像我來買房地產買股票適合嗎 都可以 對 假如你的錢是守不住的人 對 我是覺得說 反正不買 也是不知道是花掉了 還是被朋友 這個鏘去還是怎麼樣 有很多人財就是守不住 那這種人我覺得買房子 你不要想說這個房子賺錢不賺錢 至少這個房子可以讓你好幾年的 income 所得 你要把它一直丟進去 就牽制住就是 對 那你若干年以後 你有一棟房子 有一筆大錢 對不對 對 那你不丟在這個房子裡面 你也一樣不知道去哪裡 也沒有了 所以這種我覺得是 還是買房地產 或者買一個很好的股票 這個股票是很有前景的 有錢你就打定主意 我就是只買不賣的 我有錢我就買多少 有了一筆錢 二十萬也好 三十萬也好 我就趕快就去買 不管它價錢是多少 這個長期累積下來 三年 五年 它一定會變成一筆 它會回饋你一筆財富 不過這個基本前景就是 不要還自己沒有的錢 對 一定是自己的錢 去借錢或是說信用擴張 那這樣子的投資就很辛苦 還有千萬不要去買那個餅種的 一下子斷頭就沒了 對 有多少買多少 是 不過我們這個張立民的這個 您這個有錢的 這個賺錢的同時 也不忘這個愛國 聽說你這個博乃會 跑到那邊去的時候 還要到中國大陸去 去展是不是 這是在洛杉磯展出 是 就是希望我們台灣的廠商 能夠到那邊去展 能促進一些商機 同時我覺得 這也是一個很好的國民外交 讓美國人士 對我們中國人 有更進一步的認識 是 因為在美國很多的媒體 都是報導一些負面的新聞 我希望能夠藉著這一次的展出 讓人家跟我們一個正面的一個認識 我覺得這是很重要的 不過你到中國大陸去 不是也遭受到這個 他們的這個羞辱 是不是羞辱我們是吧 不是 當然我上次去上海 也跟他們經貿展的這些主任 負責人談到這個展覽會 因為我們希望是兩岸三地的 這些產品都可以去 那麼他第一句話還沒有了解內容 他就跟我說 這個不可以掛你們中華民國的國旗 那我就深深體會到 我們真的是在外交方面 真的是舉步圍堅的這種狀況 是 所以你就不要了 我說這是一個 國格 民間的 這是一個民間的 不是一個政府的一個活動 你知道嗎 所以我們還沒有決定要掛什麼旗 也許什麼旗也不掛對不對 只是一個加州的一個活動 因為加州政府非常支持 這一次的展覽 你知道 所以我們並沒有決定說 因為這也還不是一個國際性的 好像奧林一個運動會那樣子的 一個活動 所以根本沒有考慮到 要掛什麼旗的問題 所以最後還是不管他了 那就不要了 不是 因為我們這個是長期的展覽 就每年都要舉辦一次的 那麼今年他們的預算 已經好像都已經 去年就已經做了 今年的預算了 而且他們還要送到中央去 北京 中央去批准 當然很多個體戶要來參加 可是我們有一點害怕 因為個體戶就怕人家去了 不回來了 因為我們還要出邀請函 如果很多的個體戶 去了展覽 然後不回來 我們下次這個邀請函恩的信用 就要受到影響 所以呢 沒有在他們一個統籌的一個情況之下 我們不願意各別的去邀請他們的廠商 不過這個賺錢還是要有點 賺錢有點人格的 老實講 那你自己對 你自己對這種賺錢你的基本的看法 你的金錢觀是什麼樣 我覺得賺錢的確是很要緊 是 賺錢的確是很要緊 可是也不要很刻意的 使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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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賺很多就對了 對 只要過用就可以 我認為是這樣 只要達到這個張立民講的快樂的程度就好了 不是 我覺得賺錢 要用錢不愁 對 賺錢最重要的就是 有增加你的自信 那我有很多朋友 都是很有錢的闊太太 可是他們每天早上 準時到證據行去報到 他們不需要賺錢 因為他先生的財富 可以真的不用 不要說三代 五代都不成問題 那他為什麼還要去做股票 還要去準時那麼早起床 去股票行報到 因為就是一種成就感 你知道 那你賺了錢 他覺得對自己更有自信 自己的判斷的能力 而且女人呢 有錢是一種保障 對 那麼 萬一先生不要了的話 他就知道 好像男人也是要錢來保障 我都是藏私房錢 剛剛幾千塊而已 但是我覺得最重要的錢 還有一點就是 你如果有錢的話 你的家人碰到有困難的時候 你想要幫助他 你可以幫助 你可以出一點力 就是很遺憾的 有的時候你想要幫助別人 你沒有那個能力去幫助 那個時候你覺得 真的錢可以做一點事情 你知道嗎 對 這個沈總呢 沈總您這個看這麼多的 來來往往的錢 這麼多的理財 那你自己的這種金錢觀呢 我是覺得錢 就像剛剛大家所說的 它應該是來幫助我們 生活安全跟快樂 假如這個錢弄到變成 反正是你痛苦的來源的話 那就沒什麼意思 所以把錢看得太重 或者是把錢看作唯一的目的 很多人就是 錢帶給他的不是快樂 所以我想說 賺錢之餘 不要忘記原來的目的到底是什麼 對 賺到錢是因為 讓我來增加快樂 不要說 比如說我剛剛講說 投資要看得瀟灑一點 今天賺也罷 沒有賺也罷 一笑自知 這樣的話 投資就有意義 就有意思 對 那你說的就是要多餘的錢 如果他全部的家當 他賠的話 他絕對笑不出來了 我從來 我從來就 醉酒精啊 之前費啊 我從來就反對說 對 是過度的投資 或者是去擴張信用 對 投資基本上絕對是 要量力而為 一樣還是回到那個本題啊 因為你這樣子會覺得不快樂 是 那因此我是覺得說 不要忘記它 這個最原始的目的是什麼 那我現在問你一個最簡單的 現在股票快要突破一萬天 有沒有可能突破一萬天 我想這個 好 逸出一下啦 可能性永遠存在 可能性永遠存在 對 好來 我們等一下是不是要 這個燈暗了以後 偷偷告訴我們會偷不突破 好 好 謝謝 然後晚上我們再一直去花錢 好 我們先祝大家這個 恭喜發財 謝謝 恭喜發財